大家好,我是小萊姆 現在全世界都留在什麼? 咖啡啦 像剛才這種狀況 我會釣魚啦 當然我就看魚已經動了,我才會跪 我拍一張照片 一般來說,我會釣魚 如果堅持在出來,我一定會釣魚 各個車場,每個車場都有 全世界都在復古 走復古的這個樣式 各個車場每個車場都有開始 做這個所謂的咖啡的車款 那咖啡商當然也不例外 它當然,它做了兩款咖啡的車款 那我們今天就先來介紹這一款 Z900 RS咖啡 那我們現在當然來試駕看看這台車 在山路上的表現 啊 啊 手聲的那種的,我都要駕駛一個煞車的咖 煞車 煞車的冷冷咖,不錯了 因為 一開始停下來的時候咖 煞車的感覺是比較軟的 感覺 可是 你如果 當你需要的時候,你只要駕到大大的 它的煞車就會走出來咖 就是跟一般的 拋車的煞車方式不太一樣 拋車是稍微電一下就有了 那這台是,一開始停下來不像這樣 停下來不像有煞車 那你還要停下來 那流到出力了 所以 它的煞車是俗 它比較... 比較沒有那麼敏感 那煞車量力是有夠的 啊 因為這台也有配列的華麗齁 所以 你換燒的時候 也是很孫 啊 當然沒有快牌啦 這不可以先說 啊 這台車 因為是新車 這新的而已 這騎 完全是新的,我才騎出來而已 啊 所以 所以 這上次是頑腸的煞 那修仙呢 咖啡一定有一個元素 它就是一定要是一個圓燈 再加上一個頭照 哈哈 這是,這是元素啦 基本上都是NN啦 而且現在一定是 指針式的 那個 呃,儀錶板 以前沒有液晶螢幕啊 這台的料理齁 很快就出來了 哈哈哈哈 嗯 公彎齁 我先說公彎 就是說 它不是說很劉力啊 它是車啦 嗯 公彎不是說很快 這可能跟它的 配列有關的齁 它的配列有關的齁 它的配列有比較複雜 比較沒那麼尖 啊它的 車廂的地方齁 它比較短 比較短啦 不是比較短 嗯,比較短一點齁 所以 其實騎一騎 嗯 你說它這車齁 還沒什麼先接車齁 因為 接車的 衝划比較高一點 它比較短一點 它比較短一點 比較短一點 你說舒適性齁 不像接車那麼好 這是我個人的感覺齁 我先說 這是個人的感覺 啊 現在 你把這個電視機拍攝看齁 齁 有一個比較順的一張而已 你說我快 有感覺 呵呵 可能電的關係 我個人的感覺 有一個比較短一點 是你可能是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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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電空都有啦 不管你是要防滑啦 所謂的KTRC 或者是TCS 還有ABS 它這個面子要給你看 所以... 很清楚啦 不用說... 像剛才那種狀況 我會留它啦 當然我就看它已經動了 我才會過 我打一個很好的 那一般來說 我會留它 如果它堅持在出來 我一定會留它 這種速度... 溫暖度也不錯 這個... 這個溫暖度也很穩 其實... 有的時候車的表現 跟鏈也有很大的關係 鏈... 比較黏的 或是比較負面 其實是說... 鏈裡有... 灌到巴士的 軟氣也有關係 現在我把它放到... 頭前30G 後面30G 完槍的鏈 我把它用... 頭前30G 後面30G 是... 兩胎 兩胎啊 檔位顯示器 這個對... 新手來講 有多多少少會有幫助 因為... 我也會忘記說我現在檔位在哪裡 所以我個人啦 我個人也... 蠻仰賴檔位顯示器的 我都會稍微瞄一眼瞄一眼 然後... 它還有... 油亮表啦 然後... 有... 反正... 大部分的電控它都有啦 那... 它跟 G900 RS 差在哪裡呢 齁... 原則上就是它的把手的位置 比較... 靠近人一點點 靠近我們架子一點點 然後... 比較低一點 G900 RS 比較高一點 它比較低一點 因為咖啡的元素是這樣子 然後... 它也要... 類單座 類單座也是它的一個元素在齁 然後... 現在看到它這個圓人說齁 這個圓人說齁... 很漂亮耶 這邊的蓋子很漂亮耶 真的... 這圓人說很漂亮耶 我個人的感覺齁... 這台車的表現齁... 跟... G900 RS 差不多... 差不多... 感覺啦... 就是... 站起來那種感覺啦 剛剛差點說... 它的... 三角位置齁... 比較多一點點 舒適性也不錯齁 坐墊的舒適性 啊... 如果啦齁... 你如果... 譬如說它是900 你如果把它起來到... 譬如說... MT09B來說... MT09的車齁... 比較流量的 比較輕啦 它本身就... 感覺上就比較靈巧 你知道嗎 比較好公關啦 啊... 這隻喔... 稍微比較穩重那種型的啦 啊... 你如果要公關當然... 那扭力在出來... 在... 出來... 也比較穩... MT09啦 啊... 這隻來說是... 後邊的... 出來比較大了 有四鍵... 四鍵的關係 啊... 阿伯伯... 你... 騎這三路... 它比較短... MT09... 我之前試過的是... 說我們... 很穩的... 很快的... 很快的... 因為... 它三鍵的引擎... 比較沒什麼動... 比較沒什麼看... 每一隻車齁... 都有它的構成... 跟它的... 適合的人... 啊... 你... 如果... 比較高於那種... 比較流量的車... 還是說... 比較穩的... 當然你... 就... 不要選擇這隻車... 這隻車是最穩重型的... 哦... 長度路行... 這隻也不錯啦... 這隻也不錯啦... 啊... 圓圓聲... 這隻比較小聲啦... 圓圓聲啦... 這台車的... 我覺得就是... 算什麼... 騎就好了啦... 前車子... 後車子... 到... 後鞋上... 由... 這隻車的... 屁體來說是... 夠了啦... 基本上不用去擋啦... 不... 不飄啦... 比較穩重... 比較... 比較穩重一支啦... 它的整個外型來講... 對我來講... 我...我個人是蠻... 蠻喜歡... 遠的燈啦... 我比較喜歡遠的燈... 遠的燈看起來... 比較圓滑一點... 比較順眼一點... 就是我個人啦... 然後... 其實它的外型... 自己... 或者是它的... 所有的資料... 一般都是... 網路上你就可以查得到了... 那最主要我們要來幹嘛... 我們來做... 所謂的試駕... 我們來試駕看看... 看這隻車子讓你們感受... 感受... 感受什麼不一樣... 感受900RS都不一樣... 應該是差不多啦... 我也是來試駕看... 我們來做一個... 試駕一個新車爆爆... 當然啦... 再說一次... 就是說... 所有的這個... 汽車齁... 都是我個人的感受... 個人的感覺... 齁... 不代表是... 這隻車真的... 齁... 因為每一個人感受不一樣... 我也是建議啦... 你自己要去體會啦... 譬如說... 有試乘會啦... 或是說... 做車... 這做來試駕說什麼... 比較準啦... 我只能代表說一下... 我個人的感受而已... 啊... 這隻... 900cc... 它的... 它的... 扭力來說啦... 還是說它的... 扭力來說齁... 應付這些所有的... 一般的路都有夠了... 車車的速度也都很快... 這個出力的設定... 電腦的設定... 是想它... 滑順的... 比較線性的... 所謂的人都說... 比較線性的... 比較線性的... 就是說... 你不會說... 這樣... 立頭突然在地扭出來... 在地扭出來... 有的車... 設定是都比較... 一點點油門... 它就在地撞出去了... 這隻是比較順... 比較平順一點點... 所以... 我個人的感覺啦... 心手來騎... 是比較... 比較好操控的... 如果... 比較容易... 比較容易... 如果... 如果... 頭很穿的齁... 很有... Tower的車... 要... MP09... MP09... 真的... 很有Tower... 可能是... 它的3K... 跟它的電腦設定的問題啦... 可是... 垂色的比較沒有啦... 垂色的比較軟... 它的設定... 會不會是...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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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太軟了... 有... 會不會是... 會不會是... 有... 有... 這個...前腳沒有在那裏面積極的 這台車... 我剛才都沒有在那裏面積極的 所以我這麼高興的前腳 可能沒有在那裏面積極的 哈哈...但是這也是一個安全的機制 還有這點... 這陣子...我覺得新出來這個Kawasaki的新車 以前它的車都是怕熟的時候 很硬、很硬、很難打 不用說清楚 現在... 新車出來都... 都很好怕的 都很輕鬆的 以前是很短鬆的 現在都很輕鬆的 這是它... 很大的改變 我們現在來... 跟大家說一個稀稀的結論 我個人... 推薦這台車齁 究竟是什麼人 你知道喔... 就是... 有家店的人... 騎一個感覺的齁 騎一個路走路走路的 音樂的 還是說你去路騎... 不好的 你如果說要把它騎到站路的機線 我還是建議... 呵呵... 這台... 或是比較少 就是通勤啦 或是騎感覺 加BB 這當然是個人的見解 你如果 經常在騎短度 或是 低度 你如果順順都騎的人 騎這台實在是不一樣的 你如果說 要比較穿的 可能要選擇 比較穿的車就好 真的是騎 感覺的在車 你如果說把手還高一點 譬如說 綠900RS 不要加BB的這台 會比較舒適 會比較舒適 會比較舒適這台 最後 要記得 要把我的頻道 啟讚 分享出去 掰掰